每年四月下旬到六月下旬 是菜櫃生產的規則 到達三公地區因為第二企業 調查適合菜櫃的行動 所以生產的菜櫃是品質流量 口感一流 炒起來還沒煩惱 我們這些菜櫃 我們現在煮起來 它比較白 這個糧會比較扯 因為我們這邊的天氣算比較涼冷 晚上比較涼冷 它時也熱 所以說晚上的運動 有幾多度下去 它的品質會比較好 今年菜櫃的三季 因為受到氣候影響提早 加上高會的過程連這個落後 初期的山領減少 你上禮拜落後 它受粉 在時下落後 受粉率比較不良 比較不調 所以說它的山領會比較少 今年菜櫃的三季雖然提早 加上南部的三季有但不上他 不過氣候的影響 讓初期的山領大減 介紹一度發到一公斤四十塊 是近五年來最好的一次 對著氣候的回溫 價錢也將漸漸回溫 為了要推銷 到六次有一個農產 到六次公所中 演出基盤菜櫃一個活動 並且希望優伴翁年的幾月 今年我們大概就是以生態解說 為準 讓我們的消費者 尤其是大朋友小朋友想要了解 我們絲瓜的一生 還是怎樣栽培照顧管理 到六次公所歡迎大家 多多來採工有一個菜櫃 無論是開炸、煮湯、清涼、鐵火、煮味戰 繼續環洪觀察方報導 Ciao